教室由拉起封鎖线走进里面 地上堆放着掉落的瓷砖 但楼梯间钢筋裸露的地方 已经被水泥包覆回去 教室里外也都做好补墙 不过讲台上还是有坠落的音响 等待收拾 那天有听说就是 好像说玻璃好像有碎掉还是什么 反正桌椅是倒下来 有少数高二在那里 整个高三都在那一栋 它已经拆掉那一栋最久 可是这一栋好像是从 九二以前就一直在 所以它是学校现在最老的大楼 403强震 金美女中有34年历史的 高三教室立学楼被震到钢筋裸露 18间教室有17间吊灯脱落 学校正在清明廉价抢修 但608位学生 这周还是得改以视讯上课 学校没有立即建筑物的危险 但是我们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 所以我们从4月3号开始 到12号我们封闭了立学楼 进行相关的检修 工程的进度都非常的顺利 据厂商告诉我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 学校加开电脑教室 让没有设备或想到校的学生 能够有地方安心学习 不过规模7.2的强震 台北测得最大震度达5弱 教育局也统计 共有202间学校传出灾损 为在景美女中附近的明道国校 也出现强化玻璃被震碎 甚至四楼活动中心天花板都坠落 前后天花板青钢架掉满地 部分教室也出现等局脱落 吊山底座松脱的状况 不过好险没有学生受伤 利用清明四天廉价 迅速让教学空间恢复正常 活动中心的这个部分 还在跟厂商这边来进行接洽 那厂商这边估计 其实还是要看就是所谓备料 然后以及派员的部分 看看有没有办法在四月底之前抢修 包含说学生的集会 然后校队训练 然后班级的体育课 都会移到后面来上 北市学校正后积极修复校舍 教育局也回应 强调目前有三四个高龄校舍改建案 正在进行 学校办学久远 校舍更新也随着强证成了重要议题 明天需要摸这边谈讯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